原名偷车贼日前潜入新北市细致一处社区地下市 开了一辆自小科车附近留着钥匙 就直接把车给开走了 不但把车上放的口罩餐券拿去变卖 甚至还倒刷车主流在车上的信用卡 买游戏点数还有iPhone手机 三天之后他被逮 现在审查终结 包括了轻入住宅 还有行驶卫造文书等最嫌 各判有期徒刑八个月和五个月 车辆在路上行驶看似没异状 但驾驶市民偷车贼 而这台车还是从车主家里车库偷出来的 男子当时就来到新北汐止这处社区地下室 偷开走别人的车 夸张的是他不只是偷车 甚至把车上的信用卡拿去倒刷 还变卖车内物品 收张妾贼大胆行器 因为他发现车钥匙就在车辆旁 他就这样直接上车开回基隆 而且还不止如此 车主放在车上的信用卡 被他倒刷买游戏点数 甚至买了一支iPhone13 还跑到营楼想买14万金 试但交易失败 而他把车内的口罩餐券通通变卖 夸张行径连三天才被戴 男子大喇喇竟社区偷车 杀坏当地住户 而案件经过法院审理后 男子被依侵入住宅 窃到罪除有期徒刑八个月 不得一颗罚金 另外行使未遭斯文书罪 除五个月有期徒刑可一颗罚金 嚣张偷车还盗刷购物 如今要为自己离谱的行径付出代价 记得等会报道